各位亲友各位来宾 今天我们在这里 共同纪念我们的老朋友 老刘 老刘关心集体 远远多于关心个人 他把集体的负担当做自己的负担 我们知道 这世界上最大的负担 就是财富 他深知这种负担 能拖垮一个企业 能毁掉一个行业 所以他把这种负担 转移到了自己身上 默默承受住了一切 从不抱怨 老刘是个勤劳节俭的人 他不忍心看到集体的 任何一点浪费 这么多年来 他的家里堆满了他的丰功伪绩 他从不对外人讲 但我们知道 他内心承受了多少煎熬 他做好事从来不留名 在工作岗位 他总是任劳任怨 他让别人去享受健康 而自己却沾满了油水 这种长期不健康的工作方式 让他过早的衰老 长期以来 他以单位为家 全心全意承担着群众的呼声 群众要他做什么 他便做什么 从不干涉 从不指责 只是任劳任怨的一个字 就是干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逢年过节 老刘家的门口总是络绎不绝 群众能发自肺腑的看望老刘 就说明老刘是一个 扎进群众心窝子里的好同志 老刘走的那天 群众们都哭了 因为他们知道 老刘曾经许下的诺言 再也无法实现了 他们储藏在老刘家的忧愁和负担 将会永远的留在老刘家 有人也想报恩 但老刘的家传不允许 老刘的儿子早已经远走天涯 他载着全家的伤痛 去异国他乡离群所居 这种不以物息 不以己背的精神 深深打动了我们大家 所以我们在此呼吁 如果您知道老刘的家属 在海外的线索 请务必告诉我们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不抛弃不放弃 无论你在哪 我们都要把你带回来 回到我们身边 回到我们这个大家庭 让群众们分担你的忧愁吧